也就越狠 不过相对来讲 你的耗蓝也就越高 所以说在赶路的过程中啊 就是你尽量小心点啊 不要去叠这个啊 否则你就会发现 你飞着飞着你没蓝了 好的我们过去 哎哎哎这这这丑陋了啊 我没看见啊 大家也没看见啊 那么这一波人头 被我把武器拿走啊 反正都必死人头了 好的这里我们一个大招 三连过去 好的这时候我们往后退 交上闪现啊 话说这闪现不交也没啥大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那种危急的情况 你那种危急的血量啊 教主哪能考虑那么多呀 直接交闪现逃生得了 啊这时候我方暴女啊 也是被安妮一屁股做死啊 一个熊屁股做死 啊那么这一波咱们的支援 还是比较成功的啊 你别看教主没拿到人头 但是也杀了两个人对不对 啊所以说这一波我认为啊 是非常不赚的一件事啊 唯独失败一点的 就是我家暴女 这个在低波上回程 被安妮一屁股做死了啊 这个有点失败啊 不过这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啊那么现在我们以微弱的优势 进行着领先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头是领先的啊 但是这个领先那么点 人头就不算领先了啊 相信大家都私人有感受啊 又不是打什么大型比赛 你要说打大型比赛 你领先几个人头很难追上来啊 这是真的 因为战队嘛 他们的配合都非常到位 打的也非常的稳 但是像平时咱们打路人局啊 你说落后 咱就这么说吧 落后十个人 十个人头以内 那也叫落后 对不对 啊当然啊 这个能领先尽量还是要领先的 好了 这时候对方的安妮 再度一个小火种打在我身上啊 但是不疼不痒 啊 这个时候我呢 也是非常低调啊 这个我们过去耗他一波 然后就赶紧往后走吧 好的 安妮 哎 这个一个Q打在我身上 那么我现在这种耗血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再也不像前期那种情况了啊 就是说安妮就玩压我啊 这个 这个时候教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反抗能力 啊 讨论说安妮啊 你别看他现在这个很厉害啊 他要是被我一套先手打中啊 他也很伤 啊 但是他手里有晕的时候 咱尽量还是要低调一点 好的 这时候 哎 你你像这种啊 像这种之 休想抓死卡萨丁啊 因为卡萨丁能飞啊 傻了吧 爷会飞 呃 这个时候我方队友呢 也是打完了一波野怪啊 打算 就是要干什么啊 不管了 不管了 呃 那么前期打得很沉闷啊 我相信大家有这种感觉啊 因为教主杀的人很少啊 就只杀了一个人 拿了三个助攻啊 你要叫教教主平时的那种 秉性和习惯啊 我玩中单一般都会非常的暴力啊 因为教主不跟大家吹啊 我玩中单玩的还是可以的 呃 相信大家这个有点看不惯啊 教主你怎么打得这么猥琐啊 那这没办法啊 卡萨丁前期能力不是很强啊 好的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 哎 我过去直接沉默 二连好了 开起W不断的砍 不断的砍 维鲁斯一箭射杀啊 话说维鲁斯你故意的吧 还抢人头 好的 这里狗头来了 我们直接飘走 然后再回头给他一下E技能 让他减速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玩得非常的嚣张 这是我方维鲁斯疯狂的射击啊 但是并没有射死这个狗头 话说 哎哎还把我家维鲁斯撒了 啊 话说这狗头装备很好啊 呃估计上单打的比较失败吧 这个我我们家这个武器估计没没干过这个狗头 啊 不过不管了啊 教主回家也是直接购买了火箭靴啊 直接购买了火箭靴啊 那么法川鞋配这个时光之杖啊 咱们前期标配两大件已经成型了 好的 这时候我们在这里阴着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家武器在那里 好的 我们一个E技能晕住两个人啊 不是 它是黑什么语iroin减速到两个人 然后紧跟着k 键大二连接引燃啊 成功的成功的帮助我帮的 这个武器拿到了双杀 这真是真是浑蛋啊 你给我两个人头会死吗 这这个花生怎么回事 啊 教主是有意在抢人头 但是没抢下来啊 这得说实话啊 你看你通过杀弩弩那一波 大家也可以也可以看到 我在弩弩结线 极限血量的时候 放入了E技能 但是很遗憾 人头还是被武器拿走了 呃 不管了 不管了啊 这个杀了就行杀了就行 啊 那么前期拿不到人头 这不是教主性格啊 咱们还是赶紧过来看一看啊 啊 这时候我们家的螳螂在跟这个活女兑现啊 螳螂的血量还是非常饱满的啊 那么这时候咱们可以这个等进行的等待一步啊 这个我认为这个活女只要上了 咱们再上就有机会 好的 我们赶紧过去 哎呦我靠 哎 这这这 这有点意料之外啊 好的 这个完了完了 那这个我们也 无法帮这个螳螂报仇了 话说这个螳螂他也是身中了一套啊 安妮的一套技能啊 这个跳大 然后接QW二连点火再加一次普攻的伤害 直接把一个满血的螳螂干死 啊 那么这个 那么其实我觉得吧 螳螂当时在中点火了 不应该往后跑啊 这个啊 当然这也是后话了啊 谁知道他会死 啊 啊倘若他要是能判断出自己肯定要被点火烧死啊 他应该往前飞 然后利用WQ二连打一下那个活女啊 说不定咱们再一出手就能杀掉了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换命的效果 不过你不能怪他啊 这个事后诸葛亮谁都会了啊 这个说不定人螳螂行色 我死不了 对不对 好的 这里我们也是疯狂的发信号 事宜这武器走啊 可是这武器就是不走 那很显然 他就是在自杀 非常的无奈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狗头是必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队友在那包他呢 这个螳螂 当时那个武器要是选择往后退啊 我认为那武器不会死 这个狗头是必死的 可是 啊不说了不说了啊 这个再再多说了 就好像有点要损队友的意思了 再让大家觉得教主是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非常素质低下的人啊 没事总说队友 那就不好了啊 呃我的队友还是很可爱的嘛 啊这个为了帮助我们啊 拿掉这个狗头的人头啊 这个牺牲了自己啊 这个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很值得鼓励的 啊那么咱们简单来说一下 哎等等 这里我们先不说啊 话说这个非常的危险 我们看到这个暴女 好的再一个虎跳啊 也是化险为一 这时候教主也是想不上不敢上啊 因为那家安妮手里有一晕呢 好的这时候我方维鲁斯拼掉了安妮 这时候我们回头一个沉默 打断了对手鲁鲁的大招 这时候对手的造性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 我就是在打游戏战啊 你一跑我就打 你一打我就跑啊 就是这种情况 啊这也就是毛爷爷给咱们灌输的思想啊 游戏战的套路啊 那么这一波教主也是发挥的非常不错啊 呃我是有技能 我就往上放技能 然后没技能 然后我就往后撤 然后对手要拼我 只要你贴不住我 然后我就走 你贴住我 我就飞啊 这个 所以说卡扎丁的英雄 他很恶心啊 那个大招才能飞 就哪怕说你飞进巴拉 你贴住了卡扎丁啊 但是你未必能杀掉他 呃那么相对来讲给大家来介绍一点卡扎丁啊 这个个人团战的心得啊 这个我可能说是啊 在一些对线方面啊 在一些对线方面我不太擅长用卡扎丁去单杀对手啊 倘若说你很擅长 那我认为你是在吹啊 你你你给我五级之前单杀一下对手 让我看看啊 吹什么吹啊 对不对 啊但是教主认为啊 我在打团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见解啊 见解非常的独到 还非常的到位的 啊首先我认为啊 卡扎丁你在没中亚之前 没中亚之前 你尽量不要说是 主动的飞到人群当中去输出啊 这样做非常非常的危险 你就比如说对面有一个侧杀型英雄 他在等你啊 就是教主最擅长刺杀英雄寡妇啊 我一般看到对手对面有卡扎丁的时候 我会一直在那等着他 只要他刚一飞过来 我立刻把他秒了啊 就是这种情况 啊所以说你在团战的时候 你要是没有中亚 你不要主动的飞到人群当中去输出啊 这个你可以选择走过去 但你不能飞过去 啊当然你要是发现对手的关键性英雄落单了 你该飞照样飞啊 这个不要去犹豫 啊这时候对方呢 哎这这女枪在这呢我不敢打呀 好的这里我们过去一套二连打在女枪身上 这时候我们再往后拉 大家可以看到我非常的猥琐 好的他们不打我了 我再回来再一次啊一个冲锋 然后喷一下 然后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标准式的三连 啊不过话说这波我们打赔了 好的我们再过去给一下减速走吧 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啊 话说这波我们赔了啊赔大发了啊 这个人头也是被追上了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没没关系啊 话说这个人头虽然说是被追上了 但是我们家防御塔是落后的啊 这个说白了之后 说就是合着这一波我们劣势了啊 这我果断不能忍啊 啊我回家也是直接购买了无庸大棒 然后再度赶到战场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方队友马上就要复活了 那么这一波教主就是要留住他们啊 想封射法留住他们 好的我们过去一个二连打在身上了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波他们疯狂的要打教主啊 教主再次利用飞化险为宜啊 这时候对手的人拖大了啊 我方队友也是复活了过来 好的同志们上啊收割的时候到了啊 这就是麦子成熟了 好的这时候我们看啊 这个我方暴女非常神勇的扑了过去 直接被活女给打成了半残啊 这时候对方赵信赶到 好的我们不断的利用这个远程优势进行耗斜 而这时候赵信冲了我再次利用大招 可他拉开距离回身再一个W啊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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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波咱们过去留住对手的举动也是赚了大便宜 虽然说我方有几个队友也是再次牺牲了 不过对手的人也是全灭在了那里 值得一提教主也是拿到了三个人头 十一个助攻了 十一个助攻对你没有听错 你见过教主拿过这么多助攻吗 反正我是第一次 真的 我从来没有在前期的时候说拿不到人头 因为教主常看教主视频的人也知道 教主抢人头的功底是非常高的 但是这场帽子有点水了 这个抢不到人头 不过没有关系 咱们的装备还是在的 那么下一件装备很显然教主是要出中亚了 有中亚的卡撒丁跟没中亚的卡撒丁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是教主的个人理解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 这里 安妮这一波他就是自寻死路 他也是往草丛里走 我们也是早早在草丛里埋伏着 你说他往哪走不好 非得往草丛里走 那么 人头又被维鲁斯拿走了 不管了 咱们这一波也是蓝量比较 蓝量比较吃紧 本想打一波蓝buff 但是这蓝buff没了 这波教主有点二了 话说我家队友是干起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那么这波教主只能赶紧往这里走了 同时省一下自己的蓝量 因为现在教主的蓝量并不乐观 所以说一定要省 好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女枪血量并不满 那你死去吧 好了我们过去一个三连 非常标准的杀掉他 与此同时狗头杀掉了我们家的螳螂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狗头我是怕他的啊 我打不过他 我认我认怂啊 这个所以说我也就目送着我家螳螂死了 啊那么这波 我要是有闪现的话 我还可以过去抢龙 但是我没有闪现 我这也不敢去啊 我怕我大招飞下去抢下龙 咱说抢到了不说了 万一没抢到呢 万一没抢到自己还死呢 那不 那么队友聊天公平上立刻会出现 你二吧 啊这样的话啊 啊我相信步伐有这样的队友啊 大家都看到过啊 只要你刚毅这个 你想法好的 但是没有落实成功的时候啊 立刻就会有人对你这个送上来冷嘲热讽 这个怎么说呢 可能有一部分人他玩的不是很好啊 他那个 经常被人说啊 然后他就想 建议啊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啊 就是以这种形式啊 然后那个让自己去避免被队友这个 被队友误误啊 被队友嘲讽 可能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啊 因为经常 大家我不知道玩这个英雄联盟看没看见过啊 经常有一部分人啊 他自己这个死抄鬼了 但是他死的时候立刻把自己的责任啊 完全推卸给其他人 啊就比如说啊打上单死了啊 这个下路ADC啊 你怎么不来支援呢 然后打野死了啊 这个 人家四个队友啊 你们怎么不过来呢啊 这就是这种情况啊 好到这一波我们看到 哎呦 这我们赶紧走开啊 这个躲开弩弩弩大招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好到我们往前走一个E再加一个Q 哎呀 话说这波赔了 啊 话说我队友要投降 这投什么降啊 同志们 好到这里我们利用闪现再加大招 好的 我们回身一个Q啊 打在这个弩弩身上再一次大招 啊但是我还是死了 因为这个狗头给我上了一个W 给我减速效果实在是太可怕了啊 这个赵姓敏也是频繁的冲我啊 那么这波即便教主交出了很多一位技能 还是死掉了 啊那么死掉的瞬间教主也是选择拒绝 拒绝投降啊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局势 为什么要投降啊 这打输了顶多破一路 干嘛投降啊 嗯 当然可能有一部分人 他们玩这个 可能他枉费很贵 然后贵了他就想这个一波 一波那个什么 就是打的比较劣势的 然后他就赶紧结束 反正下一场 然后珍珍惜一下自己的时间 啊我认为可能是这样啊 啊否则正常人他干嘛要选择投降 啊其实教主最喜欢打的局是什么样的局呢 就是拖到了四五十分钟啊 那种大局啊 那那种大局让教主打起来 我就感觉特爽的那种感觉 啊很显然这一这一场就有这种潜质 好的我们家的暴女又死了 啊这时候我方队友也是发了信号 告诉他们赶紧过去 好的这时候咱们穿墙就打 好的一个EQ二连打在这个赵姓身上 这时候咱们往后拉因为对手的 活女来了 好的我们直接贴脸活女 活女放出了技能那你就得死了 那么这波教主也是疯狂的收割了 好的成功的带走了三个人 不过话说是拿了三个助攻啊 嗯不说了啊不说了 其实教主就没有什么坏心眼啊 这个留技能去抢人头啊 不过话说会了卡萨丁 你不要去留技能抢人头啊 没有用啊真的 你你那些技能你要是留着啊 不放啊那你怎么说呢 那你就有点坑了啊真的 好了这里我们过去啊 再次一个三连打在努努身上啊 他也是直接被吓着了啊 这是我们赶紧过来帮助输出这个大龙啊 因为我觉得我得帮助打两下啊 要不然这个不好打啊 与此同时我们家螳螂在外面守护着啊 不让对手的人接近我们啊 尤其是对手的打野啊 千万不要让他过来 好的大龙也是成功被收掉 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直直奔对手的女警而去啊 不是女枪而去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这里